溫哥華地產經紀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在溫哥華西區的獨立屋 我們的區份是Arbudis 待會再在地圖上和大家詳細分享Arbudis在哪裏 地理位置的話 我們外面的那條其實就是McDonald 我們這條橫階制就是20階 西20階 West 20th 我們今天看這間屋的門檻號 號碼214 和大家走一走 這裡有條walkway行人道 然後整間屋的地是4880呎 前面是40 這邊這棵樹也是屬於這個屋子 旁邊這些樹就像Fence Line 相隔了我們和旁邊的屋子 我想前面的40呎 差不多到這個位置左右 這棵是風樹 現在開始有少少入抽 所以樹都開始在邊邊變紅 門口有一條比較闊的walkway 可以行人進去 也有少少童的 這邊有一條curve 做了一些植物在門口 大家現在看到這間屋的年份 是1986年 34年的樓齡 方向的話是南北向的 我現在相前是向北的 即向那邊就是downtown 這邊的房子後面是向南的 現在來到門口 我們說一說外牆或外觀的材料 牆壁的外牆材料其實是stuckle 其實不需要怎樣打理 主要是可能你的顏色殘舊 或者脫漆 你就可能有些新的顏色 這隻藍色是新油的 之前幾年前還是黃黃色的外觀 另外窗也是換過的 屋頂的話是shingles 即材料是液清 有些新造的磚石枕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這間屋本身是2700呎左右 分上下兩層沒有做到basement 樓下那層是1400呎 樓上是1800呎 1300呎左右 整間屋總共有五間睡房 3.5個洗手間 0.5個是pilder room 帶大家參觀一下 門口進來 右手邊這邊 已經是一個living room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客廳的話 對正門口 前面也有些玄藝做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間屋其實在去年 2020年做了全屋 所有室內的全屋 所以大家雖然說樓齡是86年 但其實進來的感覺是很新的 我先關門 屋主在裝修方面也有些講究 他做Renovation的時候 都是給他家人用的 例如他這些窗簾 和他的窗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他全屋所有的窗台 其實都有鋪到quartz 有攝影 這隻窗簾挺有趣的 我個人喜歡 首先他不需要像傳統畢業簾 去拔繩 其實你手去AXS這個位置 可以很輕鬆地拉下來 和移上去 另外如果你想遮光 你可以用這個版本 但中間有一節可以拔下來 可以有些透光 你可以控制透光的高度 然後窗也新換過 不是原裝86年的窗 這是雙層玻璃 而且是攪拌出去的 這個開關後 可以用這個來攪拌出去 這隻窗會比傳統左右推 做的成本會比較貴 看看屋屋 然後大家看到全屋的地板 呃... 出不了你 對不起 地板是工程師的硬石 然後顏色也是比較軟的 即是比較符合現在 大家喜歡的現代風格 木木的色 然後火箭是原本 但它整個外線都有更新 包括這些磚 其實跟大家說回全屋的室內材料 大家看到第一層的地板 就是剛才說的工程師的硬石 所有磚的位置 都是意大利的入口瓷磚 包括樓上樓下 地毯是樓上有的 是新換過的 這個火箭的板 上面也鋪了一個玻璃 這些都是由白色 這些都是磚 客廳位比較闊落 還有位置可以放一張書桌 客廳進來這邊 其實就是formal dining area 就多了兩隻窗 可以透氣和透光 這邊也有窗 還有它也安裝了沙窗 即是開了窗也不怕蚊蟲飛進來 夏天的時候 由dining area這邊 進去就已經是自己的area 即是廚房和 breakfast area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首先進來這個位置 其實它沒有放桌 但其實這個位置是個breakfast area 可以放在小桌 就是早餐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位 廚房和外面之間 如果大家太油煙 其實全部都可以分隔 這裡就有門 還有這邊 走廊位 通往出去 其實都可以關門 如果你說煮飯 你不想太多油煙 都可以關門 我們先說一下廚房 因為它也是去年 全部都升級了 這些櫃都是新造的 這邊有個洞 放上吸塵機 然後這裡開始 上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因為這間屋還要有人住 我就不太方便 全部都開了這些櫃 大家有個想法就知道 大概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其實是微波爐 是Bosch 微波爐可以開了吧 就陷入色 還有那個高度 Cursella剛才說 都想做一些適合的高度 因為他們家裡 都用很多微波爐 這個位置剛剛好 放進去清潔也方便 下面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開始 L-shaped的廚房 Counter的面板 還有Back Splash 都是Quartz 包括Island上面 那爐頭 它是用了特別好小型的牌子 是Wolf 其他的電器其實都是Bosch Wolf的話 因為他們煮菜比較厲害 另外這個 是Bronnie的 抽油煙機 Commercial Grey 那個吸素好像是1200以上 吸油煙比較厲害 下面烤箱給大家看看 他的卡仙很有趣 他特意有選過 他去裝修之前 是說他看很多不同的新的樓花中心 他很喜歡這些瓦黑色的配件 所以你會看到全屋的所有水龍頭花灑 全部都是Colola的牌子 但他特意去訂了一些黑色的風格 除了這東西之外 包括所有門楼和毛巾架 都會有的 待會再跟大家去看看 而下面的櫃子 就是白色櫃面 配了金色的手掌 這邊一格 也有很多櫃桶 也有些組織 其實它也挺整齊的 OK的 好 看完這裏 這邊有雙晶盤 這邊也有一個高一點的位置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個就是洗碗碟機 牌子就是Bosch 開來看看 裡面有些東西都沒有看 然後雪櫃的話 就是這裡 雙門的雪櫃 裡面很多東西 我不開給大家看 就是三格的 中間那一格 可以自己調整溫度 因為我家也是用類似的雪櫃 它的優點就是 如果你有肉類 或香腸或火腿 如果放在冰格又會太冷 放在上面 你又怕它的保鮮度 或是容易壞 其實你可以放在中間 溫度可以調整 可能是負一度 或者是 我們是不是負一度二度 那什麼位置 這個是Bosch 零度 對 可以調整在零度 即是沒有下面冷凍 但又沒有上面 上面通常是四度 就會好一點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也會有不同的設定 你可以選擇 或者你說這個專門是擺菜還是擺肉 它有多個選擇 好 然後再看看海岸 海岸可以坐到三個人 儲物空間在後面 上面都是鋪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其實是它自己自製造的垃圾桶 它可以分成廚餘和材料 它平常都習慣了切菜板 放在那裡 有什麼就一夜掃進去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抽櫃位 還有還做了一個 wine fridge 或者是一個額外的冰櫃 去擺飲飲 擺酒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 好 廚房位和大家分享完了 廚房對出 這裡就是一個 可以去外面的 sliding door 它有兩面玻璃是 sliding door 還有這一面是不能開的玻璃 所以你在廚房位 dining area 都會看回自己後院 這裡有一塊石屎地 待會再和大家逛逛 其實大家都可以放到桌椅 如果天氣涼的話 都可以出去吃東西 大家看到這些灰色的地磚 開始都和大家說過 都是意大利進口磚 都是一大大塊 比較優點的地方 比例大陸磚或其他地方 每一塊磚的花紋 每一塊磚的花紋 數目會多很多 舉例 有時我們知道 有些大陸來的磚 可能只有三四種花紋 你幫到全屋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 這個和那個是一樣的 感覺就不太自然了 但英國磚的磚 因為花紋的數目多很多 當你這樣平坡開來的時候 你看起來的感覺 好像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沒有那麼人工化 看起來也舒服一點 說完地磚 由地磚去接合地板位 完全是做了無縫的 不會再有一條斜邊 這邊也是剛才三個大窗 這邊三個小窗 一樣的窗簾 style 亦有Quartz的掌握 這邊有一個比較細小的家庭 小朋友打機 亦有窗可以透氣 大家會留意到 這邊的窗很多都做了磨砂 好像是看不清楚 主要是因為這間房子 旁邊就是另一間房子 他們當初想的時候 覺得你不想看到旁邊 但又不想長期三窗 有光看下來 所以就做了這個風格 這部電視其實是可以整個拉出來的 它是拉得比較出的電視架 是不是我的家 是Costco的 對,是Costco我的家 這部電視可以拉得很出 也可以轉去更多的位置 如果真的在這邊 有午餐櫃的話 也可以用到這部電視 差不多了 現在去到最盡了 就算你在廚房那邊煮東西 你也可以接觸到這部電視 這裡就是一個MUD ROOM 和由後面進來的位置 因為這間房子是有Garage 有車庫的 但就像很多傳統的溫哥華西區的房子 它是detached 大家看到後面的就是車房 由家回來 你就從後面的門進來 然後這個就是門口 門口走進來之後 這邊也是鋪地磚 MUD ROOM 它也有訂造了一些放鞋 放衣服的位置 其實這裡放鞋 主要是放鞋 這一塊是坐的 是石櫻 下面有兩層 我偷偷地打開過的櫃 其實它每一層都做了鞋架 所以放鞋都很方便 然後連這裡是laugry room side by side的washer 和dryer 都是比較新的模特兒 它也把家裡的Wi-Fi 很整齊地排在這裡 其實可以透露給大家看 Seller是一個很technical 很smart home type的person 所以大家看到家裡的東西 是做得很整齊很骨子的 上面都是一些shelving unit 可以再放的 這裡有多個洗手盆 你洗衣服又可以用回來 洗一洗手都可以很快用 這裡還有一些掛東西的 現在後面都看完了 跟大家去看看 剛才還有一個地方還沒看的 還有樓上 這些都是Storage 剛才那裡有 然後這邊就是樓梯底的位置 也有燈的 這個是中央級層系統 不過我想Seller 現在都是用Bison 不會再用這個 這邊裡面還有一些空間 可以放東西 先回到這裡 我們繞了一個圈 從右邊回到左邊 又回到門口位 這個是樓梯上去 還有什麼呢 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如果客人要來洗手間的話 就直接進去這邊 所有東西都收拾過 包括這裡 這個Powder room的尺寸 挺好的 它是比較大的桌面 所以有時候用來洗東西都可以 下面也有些儲物空間 這些櫃桶也有 然後這裡也有個氣窗 馬桶放在這邊 大家看到這些所有的洗手盆 這些毛巾架 包括門的掌握 它全部都是用色色 還有是黑色的 這邊也有多一塊的褲子 在上面 然後這裡有他們的機房 這間的取暖系統 是用Furnace的 這個是Furnace 整部在這裡 然後那個熱水爐 不是Hot Water Tank 是即熱式的熱水爐 整部機在這裡 它排氣的方法 大家看到它是駁煙空的 比較大比較粗的管 所以排氣會比較暢順 因為我有看過其他部份 是用即熱式熱水爐 但是管道是普通窄 然後要九曲十八彎才能排氣 這樣就容易出問題 這個相對來說 就設計得很少 排氣的走向 還有就是它整個暖氣 那些控制都換了這個Smart Control 這個Nest 我免得它 隨便動 它可以是pre-set 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 可以連手機 還有它的操作 其實為什麼要換這些 看見很多家人都用 或者很多時候 現在的新的Condot Townhouse 都會配這個給你 因為以前的機器 其實很正方形 很難用 按來按去 也未必可以連手機 這一隻 你很容易可以接觸到 那個度數 還有按鍵 Smart 你就已經可以去設定不同的 例如Saturday 你看到溫度 你可以去設定不同的program 出風 亦都可以連接手機去使用 所以現在很多都會轉到這一隻 留意到這一邊的地磚 以及裡面 剛才我們廚房看的地磚 其實不同了 但它同樣都是意大利入口地磚 不過它就選了幾種不同的Style 一種是剛才廚房的心灰 一種是現在的淺灰色 還有大家看到洗手間 它是用小塊一點點 但都是同樣的材質的磚 這是一個Landing位 回到門口 門口進來 其實它有一個closet space 所以如果從正門進來 都可以放衣 除了剛才的mud room 樓下還有一個features 就是還有一個套房 這邊有一張是king size床 一邊床頭櫃 一邊還放到書桌 這個闊度可以走到一兩個人 也有一個大件事 這邊也有一個窗簾 有一個窗台 也是鋪了石櫻 這個就是望回前院的位置 我想秋天會挺漂亮 看著風樹 這間房的size 是150呎左右 這間房其實大家看到它設定這麼漂亮 是因為seller 是用這間房做Airbnb的 它有拿到正規的license 它的收入一個月 之前COVID的時候 市場差點 也有差不多2500元左右 一個月 今個月收入也算是高 差不多到3800元左右 它是整個套房這麼租 當然剛才說的收入 還未扣除Airbnb本身的平台收費 而且它也要請人來做清潔 每一次的收費 它還未計算 大家如果應該住在Airbnb 看到上面 總之你最後那天 會加清潔費會比較貴 大家可以看看洗手間 這邊進來就是了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countertop的桌 一樣是黑色 其實我很喜歡黑色套裝 下面有些儲物位 如果是洗手間的話 它這個就是洗手間 這邊有一個窗 它這些磚是比較小的意大利磚 地下的六角形是marble 這個landing space就是quartz 有一個去水位 它這個也是可以整個拿下來的花生口 這個東西也可以調較高度 你按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很紮實地 站在你上它的高度 這間房子是做Airbnb的 大家會發現它沒有獨立access 沒錯 它會邀請客人進來這間房子 當然客人會睡在這裡 但是它說可以用過廚房的客人 不過近來的經驗就是 大部分人租一間房子 都很少真的去煮東西 都會買東西吃回來的 還有會和大家去這個社區附近走 這裡其實是walking distance 都已經有很多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所以的確確可能未必在這裡要煮 這裡開始是樓上 樓上開始是地毯 這隻地毯可能大家都看不到 我踏上去是比較軟的 淺灰色 不是很硬比較舊的地毯 樓上上來大家看到這個位置會更光 因為上面開了一個天窗 所以令到這個走廊的位置 雖然沒有窗 但感覺都光亮 樓上總共有四間房 兩間是regular size的房間 一個master bedroom 還有一個large size的房間 跟大家走一走 一個洗手間在外面 大家看到這裡 另一個是主人空房 樓梯上來向右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其實都很大 主人房的空間是226呎左右 大家看到 首先它的facing 都會向前軟16階的方向 King size床 兩邊床頭櫃 還有一張很長的書桌放到 中間這一塊也有很大的空間 如果大家喜歡在房間裡面 再放一個梳化仔 其實也可以 你轉過來一點 那邊可以放洗梳化 這裡可以吊個大電視 都可以的 空間可以運用到 然後過來這邊 就是兩邊的衣櫃 它是玻璃燙門式的衣櫃 裡面也有organizer做好 大家看到它一層一層都放好 這邊有多點organizer 另一邊有多點掛衣位 來到這邊 進來就是洗手間位 它是一個五層的洗手間 這裏很霉音 它的洗手間 大家看到有些 流了少少圓裝 它不捨得扔這塊石 它又覺得好像都好好的 如果拆掉它做其他東西 好像有些尺寸 所以這個是原本以前留下的 但是上面的這些水龍頭 它就換過了 這些都換了一些面板 這裡是兩個星盤 中間就有些空間放東西 然後這裡就有浴缸 包括這些吸部位 全部都是黑色的 也有兩個手柄 這些三面長磚 也是意大利磚 這邊後面就是一個坐廁位 然後也是有窗的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裡面 大家看到這個小小的 尺寸窗 以及下面一塊 這些都是marble 這個一樣 跟剛才下面的洗手間 也是有掌握 可以拆出來 它那個領水的位置 就放在左手邊 也放了一個黑色的架 可以放一些洗好水有沒有浴露 然後這裡後面還有一個小櫃 也比較深 有浴缸的闊度 可以放不同的清潔用品 我們看看另外三間房 另外三間房間會分享這個洗手間 它也做了雙面板的設計 坐廁位在後面 其實這裡也很闊落 大家開過來看看 這裡就不是長壁 還有一個洞位 感覺就不是很面壁 這邊有窗 其實所有洗手間 基本上都是有窗 不是黑廁 也有窗台位 上面有坡道石 然後這個洗手間 也比較大的 風格和剛才那個很相似 這邊看到 有儲物空間 其實這裡也不是很多 但有儲物空間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櫃位 中間 這間房間和旁邊 是正式的 往後面 後面會看到後面 還有最後一排的房間 這邊後面 都是雙門衣櫃 我不開太大了 因為有人住在這裡 剛才這個房間 其實已經是最小的房間 全屋 170呎左右 這間就是另一間 也比剛才大 除了可以放到 Queen Size 創頭櫃 這邊有書桌 後面也有大的雙門衣櫃 我不開給大家看 有人住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鏡位 還有一個 都是 Large Size 的房間 這個是比較大的 這一間 其實也是很類似主人房 但沒有洗手間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向前遠望風樹 這裡有窗台位 這是 King Size 床 有床頭櫃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到Dresser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再可以放書桌 或者Dresser 甚至如果你說衣櫃不夠 還可以放 不過也不會不夠 這裡有一個衣櫃位 那裡還有雙門衣櫃 這個書櫃位 旁邊套進去 屋設計 還有一個窗 所以這間房的採光 都可以的 如果你有這個窗 雖然這間房又長開的話 加上走廊 天窗位 令到你的走廊 其實長期都會很光 很舒服的 今天天陰 但其實感覺上 都不會太過暗 另外就是大家看到 全屋的這些燈 都是屋主特地訂回來 都會留下來 給下一手的業主 變成這隻燈 和平時大家看到 一個圓圓的波燈 就有感覺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就會掛牌 暫定的掛牌價 就是359萬9 到時也有改的 再通知大家 跟大家看看這個屋 這是DC Assessment 上面看到的 我們是在 麥當納 Street 20階 第2間 2814 大家看到屋是四四方方 後面小的是車房 然後這間 就是我們屋的圖 也有些設備 所以前院也有些位置 小學校目 會是這間 Carnavan Community School 走路距離 大約是六七分鐘左右 他旁邊也有個公園 可以帶小朋友去玩 或者去放狗 而且全都是內街 比較安全 中學校網 遠一點 你要走回來 過了King Edward 就是這個 Prince of Wales 走過去大概是15至20分鐘左右 其實阿Beautas的話 主要是16階 配合阿Beautas 然後這邊是Blendham 這個地方 裡面大多數都是獨立屋 便宜的 250萬至300萬 開始少些選擇 但也有300多萬 比較多的 500至600萬 新屋都有 看你的房間 看你的房間 你的年份 裡面的裝修等等 去到這間房間 多少錢 就這樣 Walking Distance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獨立屋社區 由麥當勒街 一直往上走 16階 這裡就開始有多些配套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超級市場 有一個超級市場 旁邊有一個伊札里餐廳 這邊有一個日本餐廳 有Starbucks 有一些油站 這裡走五分鐘便可以走到過去 如果你要再多些配套 就走多一個Block 這一邊 這一條街 其實已經是很多很多 這裡是West Broadway 再和大家分享兩條巴士路線 巴士站就是這裡 我們這間房間 走出去就有巴士站 這個巴士就是 是Connect Downtown 2號 Number 2 Downtown 和41階段 如果要去Downtown 或者要去這些地方 都可以坐巴士 甚至是 剛才說走一個Block 去到West Broadway 如果不想走路 坐巴士 坐幾站都會到 除了這個巴士線 另外還有一個巴士路 稍為多走兩步 走上去五分鐘 剛才市場的位置 就有一條東西貫通 由UBC 去到溫東 Callingwood 亦會經過QE Park 有兩條巴士線 如果從前縣到後縣 這條路會很隱蔽 真的很隱蔽 進來這裡 這條通道 這邊鋪了石屎路 這裡也有門 可以關掉 可以鎖 有門鎖 這邊進入後縣 這裡是剛才看 Diving Room的窗 這裡有兩塊磚的位置 可以走回去 我們已經來到後縣 這裡大部份 很多都鋪了石屎路 有小小的圓藝 和石仔 這裡也有一個路 可以過到對面 好像在走鵝鱷石地 這個位置 看回後面的廚房位 剛才如果在廚房 這兩道門出來的話 可以放到桌桌椅 可以燒烤 如果你是車房回來的話 去甚麼房間 回家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其實就是它的車房 但因為裡面都放了很多雜物 所以就不太方便給大家看 這個車房 都有兩個窗 那邊有兩個窗 這個門就是出入的車房 就是向後進的 沒有很多東西 幾部單車 不要了 沒有拍了 已經拍了 你會這樣的 有一個門 可以從後門出入的話 就走這裡 這間屋是有拍到三部車的車庫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兩道門 這一個就是二車 這邊還有一個獨立的門 就是一車廂 所以在床的地方 就可以拍到三部車 另外如果還有第四部車 或者租客都想拍車 又不想拍在屋門口 還有這個位置也可以拍 所以如果大家是回家開車的話 可能是說 麥當勞駕駛這裏 後巷駕駛進來 入屋便是 很容易認 第二間 這邊也有走路 走回去前面就有十六階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看看 這間屋 五分鐘距離可以有的配套是甚麼 還有還有還有甚麼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部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太阳好一点所以选择今天来拍外面的景色 大家看起来就会开心一点 我们现在就出了来的家庭 看完里面 就带大家来周边的隔壁 看看这边附近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我现在走的这一条是20階 West 20th Street 前面这一条是McDonald 这一条是南北朝向 和房间的座向是一样 明显就比较忙碌 因为刚才那条是小小的内阶 由20階走到16階就有商场 走过去就5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 这个Bus Stop被人移动了 现在移动了Bus Stop 大家想去的话就多走一条街 17階就是Bus Stop 下一站21階就近我们家 其实走过都是几步路 追巴士都可能追到 下一站 现在我们就已经走到16階 麦当努力街的十字街口 旁边就是油站 那里有牙医的办公室 这里也有一些整头发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店 当然这里的配套就不算很多很多 始终你住在南北里面 都是想要休静一点的环境 所以附近不会有些太大型的商场 16階的东边走过去 还有一个超级市场 还有一家意大利餐厅 好像还有一个日本餐厅 我们过去看看 有一个沙北 这一堆坐的后面也有一些座位 坐着挺舒服的 全部都是绿色的东西 围着 沙北旁边是一间日本餐厅 这间其实是冰箱 冰箱旁边才是日本餐厅 手製的冰箱 很酸 等一下我们回来 不如买一杯 来吃吧 接着这里夹了几間獨立屋 来到这里就是Choice Market 即是一些小型的超级市场 这些超级市场 通常门口都会有些花卖 都会放一些很漂亮的水果 放在门口 里面都是什么都有的 生鲜的蔬果也有 你说买的油盐醬醋 米都会有的 刚才一路延伸到这边都是Choice Market 这里就多些是健康食品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里就有个甜品店 即是买面包买蛋糕 这一间我之前吃过的 就是意大利餐厅 所以都会有一些可以不同的 日本也有 Challian也有 前面就是买衣服 所以整个街区的话 我自己的感觉走坏 都舒舒服服的 都会有些人 不是加拿大山卡的地方 一条人都没有 都不是的 路上尤其是Summer Time 都有不少行人 即是放学 散步 放狗 买单车都有的 刚才除了12号车去Downtown 这边还有一个Bus Stop 刚才走过来5-8分钟 这辆33号就去到UBC 那其实呢 那这些墙壁是什么 Stuggal Stuggal 挺好 地板是Engineer Hardwood 其实是Oakwood 然后的Color Skin 都是比较赞 那这里呢 其实都是这样 等一下 怎么说好呢 那一两块你不觉得 当你铺了全屋的时候 它不是每一块不一样 它的花纹多很多 可能10种 9种 那你大陆砖可能只有3种 嗯 如果你听不出来 你会看到有些很多 一些不自然 它多花纹就让它更自然 嗯 好 不如这样拍下 你拍的是什么 Hi Can you see me? Hello 我们跑啊 蛤? 又不能跑啊? 我跑差了 我的眼泛 喂 Tubo Tubo跑 不跑 哈哈哈 你这边眼睡的时候 拍片会很淡 眼睛一点 然后 你知道眼睡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睡觉 除了睡觉呢 好 喝咖啡 跳啊 四拍跳啊 一五百下 这边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四下跳啊 吓死人 你一边跳一边走 No 你脑冲回去就不眼睡 18公斤 MADORANO 我其实都想学打拳 不用了 我怕受伤 哇 哇 你看那个 哇 那个是 Oh my god 假的 那个很害怕 不要拍着你 走 哈哈 很恐怖 但好像还很矛 矛矛的 多有趣 昨天和Rose去 前天和Rose去 王庭喝茶 拍完照 她的眼睛大了很多 对啊 为什么你的眼睛大了 我不知道的 你问她为什么眼睛大了 现在我们去拍什么 回家吧 不是 我们现在去拍下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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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